GPD Win3到底是什么?很多新人会问,GPD Win3能玩网游吗?能用Adobe全家桶吗?其实Win3就是一台Win10系统的电脑,但凡电脑能运行的程序和游戏,它都可以。它的性能这里就不多说了。那么我们的GPD Win3拿到手,要怎么样操作设置一番,才能达到它的最佳使用状态呢? 首先是BIOS调整功耗,GPD Win3出厂BIOS默认分为高中低三档功耗,分别是15W、20W、25W模式,开机按住FN加DEL进入BIOS这里的UP。NominoDone分别对应高中低三个档位,选好之后按住FN加F4键保存退出,需要说明的是功耗数值可以自定义修改。 如果你对默认设置不满意,可以手动修改对应档位下面的数字,比如现在是UP模式,修改UP下面的PL一直到3万,保存退出就可以提升到30W功耗。当然我们建议的性能和省电最佳平衡模式就是18到20W。 开启性能模式进入系统后,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开启电池性能模式,只有开启性能模式才能发挥最高性能。 如果开启省电模式,系统会优先运行在较低功耗下,这样游戏帧数就无法达到最佳。 当然如果你人在外面,或者你现在只想看个电影,处理一下办公文档,那你完全可以开启省电模式以达到更高续航。 调整虚拟内存,现在的大型游戏一个比一个大,动不动就100G容量。 运行游戏时的内存占用也是相当惊人。 虽然Wing3使用的是16G运行内存,但是因为还要共享显存的关系, 碰到有些占用内存巨大的游戏,比如复仇者联盟时,就会比较吃力甚至出现BUN。 建议万大型游戏的虚拟内存调节如下,最小值设置为20480,最大值设置为40960。 填完之后,记住要点击这里的设置。 设置完后,硬盘会生成一个40G大小的文件。 不过因为Wing3是1T比特的固态硬盘,完全不用担心容量。 关闭Wing10自动更新 Wing10自动更新的BUN建议大家强制关闭。 这或经常在后台偷偷更新,还占用CPU高达90%,严重干扰了游戏性能,甚至还让玩家误以为GPD掌机性能不行。 而且每当你正好要用时,提示你还有99%更新请等待。 关闭的方法也很简单,打开GPD自带的工具,选择Windows Update,Blocker这里选择禁用即可。 关闭不必要的启动向 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安装360腾讯全家桶等等乱七八糟的软件,这些软件通常会默认开机自启动,占用CPU和内存,引起游戏卡顿,增加发热量和耗电量。 解决办法,打开任务管理器,选择启动向,将所有的自动启动项目全部关闭,建议定期检查这里。 电源按键设置休眠,这个功能仅仅是建议,GPD为三开机状态电源按键默认是睡眠,睡眠模式下内存仍然是通电状态,待机状态会轻微耗电,设置休眠的好处就是装在背包里,不会因为误触手柄而轻易被唤醒。 而且休眠模式是完完全全不耗电的,游戏会保持在休眠之前的状态,开机之后马上就可以直接玩,设置方法是打开电源设置,电源按键功能这里设置为休眠。 千万不要安装全家桶,特别要强调一下,不要安装任何杀毒软件,尤其是不要同时安装360卫视和腾讯管家,配置在牛的电脑,安装360腾讯全家桶之后都会变卡,因为他们在后台偷偷打架争夺资源,占用CPU引起系统卡顿,而且Win10系统自带杀毒软件,相比之下在座的都是垃圾。 比作多屏显示,多屏显示分为三种模式,复制、扩展和仅第二屏显示,复制模式下外接显示器复制显示。 Win3屏幕画面和分辨率,扩展桌面可以将复屏设置为第二桌面,可以拖动窗口在两个桌面之间切换。 也可以快捷键Win加Shift加左右键切换。你可以用Win3一边玩游戏,一边外接到电视给老婆放视频。 当然首先你得有个老婆,仅第二屏显示顾名思义,就是只在外屏显示。 这个时候Win3的屏幕是关闭状态,设置外接屏幕的分辨率,必须要先点选对应屏幕编号,然后在下面更改屏幕分辨率。 关于游戏设置,录屏和分享,如果游戏启动不了,闪退,崩溃,优先考虑,升级英特尔显卡最新驱动。 打开显卡控制面板点击支持点击下载,就可以来到驱动下载页面。 如果更新驱动也无法解决,可以尝试如下方法,右键游戏程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,右键游戏程序选择属性勾选关闭全屏优化。 断开WiFi和有线网络连接,安装游戏必要的运行库。 如果你希望将自己玩游戏的过程分享到网络上,除了拍摄视频之外,还可以在游戏内按X见呼出菜单,点击录制就可以快速录制游戏画面,打开计算机的视频文件夹,可以看到捕获文件夹有刚刚录制完成的视频。 系统还原,众所周知,网吧解决故障万能的方法就是重启。 无用时系统也有类似的功能,那就是自带的系统还原功能,可以不删除程序和游戏的情况下,恢复到初始的设置。 操作方法就是进入设置菜单,更新和安全。 选择恢复,在选项下点击开始,记住要选择保留文件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